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学琵琶呢 我奶奶嫌她太吵 把琵琶烧掉 烧了 烧了以后她还买 还要学 是要她哄我 谈一会好不好 谈谈谈谈谈 不练琴的 最后她那看我高兴 我高兴 赶我五毛钱 买鸟啊 买那个鸟 那时候有北京有那个鸟 五毛钱一只鸟 到现在回过头来 我也很庆幸 我没进音乐学院 我进了音乐学院 我学出来的就跟其他的 它就没两样了 小的时候 我真是大抱而父 有机会跟这样一些老先生 我父亲带着我 我爸爸就都知道 我是他最宠 最喜欢的小儿子 又会谈皮吧 所以走到哪里都带我去 所以这些老先生们也都知道 这是李庭松的宝贝嘎大 他在那只有你是小孩吗 只有我 其他没小孩 也是调皮的不得了 因为张伯居先生家里面 有很多眼睛具用的大刀 枪 是吧 刀 各种戏服 都有嘛 只要说今天 光族要来 把这些东西多说是好 否则我就拿了呢 就到处耍 蒲雪寨也漂亮 蒲雪寨自称是公子哥派 第一次见我很有意思 这个婆老一见我 这个孩子不一样 不一般 说我不一般 你看他两个眼睛离这么开 说我两个眼睛离这么开 能够放三个手指头 音乐家 特别喜欢我 说去他家第一天 他就给我画了个书签送给我 琵琶 从解放以后 这五十多年来 人家说是发展了 变化了 我说 我愿意用变化 我不太愿意用发展 变化在哪里呢 第一 四千换成了钢铁 第二 原来用自己指甲弹 改成了要用假指甲 塞鲁鲁 假指甲 第三 音乐音皆变了 我们弹的时候是三分省愈率 现在弹的琵琶是十二平均率 你以前谈过四千年 谈过 我们学的事都是 我进一种能够谈开始还谈四千 后来五八年以后 最好的诗叫A级诗 好诗 要用好诗来做琵琶鲜 那时候没有 为什么呢 好的诗 全用着手榴弹的拉鲜去了 烤梅元朝 全做这个拉 这个拉鲜 拉了人 好诗菜做 没有好诗 钢铁琵琶 绝对没有四千琵琶的韵味 或者说 你没弹过四千琵琶 你弹钢铁琶 也弹不出那个韵味来 这个所以有时候 我跟学生说 我遗憾你们现在弹不到四千琵琶 你说一个很好的琵琶家 应该是有什么特点 你要弹出 就是说 我们这些传统东西 它有个内力净在里面 说不出来的 是吧 现在没有 现在弹出来都是千篇一律 都是往美 去靠 什么叫美 中国的美学 不是这么回事 叫宁愁不媚 宁着不巧 这才是中国的美学 对不对 就跟西洋提琴一样 还要拉出纸板声音来 不美吗 美 那才是美 对吧 不是说 我美 去娇柔造作 故意去控制 这没有意思 这不是音乐 什么是音乐 没人回答 我说 我爸爸 有一句话 我爸爸说 音乐是什么 音乐是一加一等于二的东西 又是一加一不等于二的东西 但是一加一不等于二 必须坐落在一加一等于二的基础之上 我说我爸爸这一句话 把音乐说透了 还有 我爸爸说 散板的魅力无穷 散板 魅力无穷 我再来加两句 我说 闪光在散板 这个演奏家有没有 能不能闪光 闪光在 散板 三板 无处不在 这就叫音乐